新台湾新光大道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台湾新光大道 来来天山公敬地 新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是陈辉文 辉文你好 陈东好 东好你好 陈富雄 陈大佬你好 云淡风清过五天 磅花水流月前风 这个是陈玉玲昨天赢的那一类的诗吗 不是 这是千家诗的第一首 第一首 我改了两个字 那你要告诉大家是什么意思啊 懂的人自然懂 再解释一句无趣 好难喔 陈中庆 陈大哥你好 禅宗公安 大家好 月前风 超越前风 谢谢你 你画线嘛 这样我就知道要讲哪句 好 刘亦佛大哥你好 大家好 我们来看很多事情 常常会超越之前的前风 没有错 像傅昆琦任命 副县长的事情 在昨天一个晚上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内政部呢 认为 这个傅昆琦跟他的太太是假离婚 所以他不能够任命他的前妻 或者是还是现在的妻子 担任副县长的职务 内政部长江宜话说呢 这个做法喔 这个非常的正确 但是傅昆琦已经从善如流 因此也不会移送监察院 审言副县长决定取消他原来 对于许女士的副县长人士的命案 那对于他的这个决定 我们表示肯定 我们也很欣慰副县长能够从善如流 不管是对于国家的法律的尊重 或者是对于社会议论的批评 都能够正面的去面对 所以还要移送监察院 来进行一些查处或者是罚款吗 因为傅县长已经做出 取消他原来这个人事任命案的决定 所以我们就不会再就这个部分 移送监察院 傅县长虽然取消了他的 傅县长的人事任命案 但是对于整件事情呢 他认为是国民党在打压他 民进党执政 对付邝逆征夫妇 都没有用这种方式 今天我尽心尽力为国民党打拼到今天 但是这样的打压跟迫害 依然没有终止 傅县长认为这是对他的打压跟迫害 当然整个法令呢 内政部所引用的是一个假离婚 假离婚是昨天一个法官的投书 他们说呢 这个法令上面有所谓的 通谋虚伪之意思表示的离婚 是属于假离婚 两个人应该还算是配偶关系 用这样子的一个法条的解释 认为这个傅昆琪 证明他的太太担任副县长 是不合法的必须撤销 那傅昆琪自己也撤销了 或许怎么看这整件事情的发展 因为有监委已经在查这个部分了 所以内政部虽然没有要 他没有送监委还是可以查 那当然了 那当然了 内政部为什么不送 这我就不太懂了 因为你取消了所以我就不送 这内政部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将来如果监察委员真的做出纠正或弹劾 看内政部怎么办 我就觉得 因为僵一话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傅昆琪口口声声说 国民党 他加入国民党到底几年了 他以前是亲民党的 他在亲民党之前 他以前干过亲民党的立院党团的总招 所以你对国民党也没什么忠诚度 大家不要自己骗自己 刚主持人其实引述这段是联合报的这个 他是院长 不是法官 法官兼院长 法官兼院长 是前院长 那他提了很多 那我比较质疑的是说 如果这个 胡志忠没有写这一篇的话 内政部会不会把它取消 应该会吧 那可不见得 不是昨天下午内政部已经召集了什么 法务部监察院一堆人来开会 没有错 那就是说第一时间内政部的部长 就是江部长 他说我人在台中 所以呢就推次长出来打 那简太郎次长 已经干了次长 不知道十几二十年 他干很久的次长 就回答的好不好不好 所以才会让大家会感觉说 一下说有效一下说无效 到底有效还是无效 现在的结果已经很清楚 就是说 傅昆琦的前期不能干副县长 可是第一时间内政部的反应 完不完整 完不完备 其实是不完备 所以我是求全 你可以说我过客 叫部长不要随便离开部内 不是 因为部长他不熟嘛 就推检次长 因为检次长在干这个次长的时候 江仪化可能不知道博士拿到了没 很久啊 检探很久 但是我来用联合报做我的结论 这是今天的联合报 那联合报在他的黑白集里面 这个把内政部修理了一顿 他说要给内政部喝倒彩 为什么 因为就我刚前面讲处理不好 可是联合报的记者是怎么形容江仪化呢 他说这样一话铁腕作风 他说救火英雄 这个马总统慧眼是英雄 那里面逻辑最大的错误是什么 这个记者的逻辑最大错误说 他认为啊 这个是守住改革的界限 这是错的 这个逻辑是错的 这不是改革 这叫什么 这叫依法行政 所以这些记者连改革 什么叫改革都搞不清楚 这有什么改革可言 他必须依照公职员什么 利益冲突回避法 地方制度法相关的法令 内政部主管机关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我为了改革 所以复婚旗你觉得前妻不能干副县长不对 前妻是可以做这个副县长 现在只是认定他是假离婚 所以不算前妻啊 他还是妻啊 所以主持人你的意思我了解 我要讲的意思说 这个不叫改革 这跟改革无关 这是依法行政 那复婚旗可不可以依法 因为他昨天晚上临时 就把他老婆这个取消 前妻取消了 他可不可以去打行政诉讼 我非常欢迎 可不可以去釋线 好啊去釋线啊 法官会不会受理啊 那你要去打行政诉讼 也很好啊去打 那看这个到底是非黑白到底是什么 如果说这个叫改革的话 我觉得 要捧一个人很容易啦 我今天特别谴责这边特长什么 你要把江英化讲什么 铁腕啦 慧眼师英雄啦 救火英雄啦 什么的 什么改革啦 什么的 这些都是易美之识啦 你只要针对法令的部分 去做出主管机关应有的事情 就够了 不必那些废话 所以整个事情的症结点是在于说 傅昆琦跟他的太太是真离婚 还是假离婚的法律认定嘛 就法律如果认定这个离婚是成立的话 傅昆琦是可以任命他的前妻做副县长 至少现在公务人员什么利益回避法理头 是这样规定的 那现在法令认定他是假离婚 就是说他是没有离城的 所以他还是他太太 那太太就不能够任命为副县长 逻辑上应该是这样吗 对可是这个事情事实上是这样 就是双方 傅昆琦跟这个内政部 原本是西部总裁要对决 最后一刻 傅昆琦把枪收回来了 那事情 那他是自己心虚吗 有各种考量 第一个是要不要对决 他是不是心虚 当然他评估的一定不是 这个心虚不心虚的问题 而是利害关系的 那这里面有很多人在中间居间穿梭 那这里面有两个部分 我们看到是比较悲哀的一件事情 第一个当然是傅昆琦这样的人事任命案 很难遭公信 那他的前妻 这个 现在到底是叫前妻还是现任妻子 我们就现在先研究 先用前妻 先用前妻嘛 就是无论在财务上或政治上 都成为他很好的一个挡火墙 可是另外一部分 就是内政部的部分 你看到内政部 原本减太阳赤短的态度很硬 然后中间又软下来 一直到僵硬化 再坚持下去 所以你看得出来 就是说 马政府来讲 在这件事情上来讲 就虽然不是说 只是一个内政部的一个处理的过程 可是你看到他的转折 难怪一般人会对马政府的魄力 或者是他的这个信心 你会打问号 因为这件事情来讲 内政部可以有三、两个转折 先是硬的 然后再软的 然后再变硬 他还要这样转 有些事情上 是在大肆大肺上 你就是要去做对的事情 你法律上 一个政府这么多的法务人才 你居然是要延后到 这个二十四小时之后 你才找出你的法律上的依据 这一点会 对马政府的威信上 其实是有伤害的 幸好是说 最后内政部敢硬起来 也敢跟傅昆琦 副县长做个对决 然后有一方做了退让 可是整个事情来讲 其实是有一点点相怨的 为什么 你看他现在的退让 其实是双方各退一步 所以傅昆琦跟内政部 各退一步 彼此都海阔天空 可是就这个是非曲直 是不是得到呢 这是有问号的 所以未来 傅昆琦跟国民党也好 跟马政府也好 还有戏可以瞧 陈道 这是什么时候才能落幕啊 这件事情 我有很多很多的感触 所以 请主持人多给我30秒 30秒而已吗 我觉得你会用讲三分钟 因为昨天 我就向苹果讲说 做个民调 我相信超过90%的人 会认为这是假离婚 没有耶 才60% 苹果先做了民调以后 竟然只有60% 认为说做得对 还有百分之高达19%的人说 离婚是人家的事 人家离婚干你什么事啊 你多管闲事 所以我们疫情关于扁案 每次都有百分之十几支持阿扁 哦 蓝营的人都去扑扑条 这个都有百分之19的 你认为离婚 人家是真假 那是人家的事 所以民调 会不会这19 都是投给傅昆琦的人 不是 我觉得不是 那个要照地区的比例 这个花联分道的没有几个啊 你刚才问那个 我要送你去 埃普罗受讯 这个埃普罗民调最近很有名 找林大伟 林总经理报道 对 我要送你那边去受基本训练 这花联被抽到的不到几个啦 所以这不能做这样解读 所以从这里可以得到一个教训 就是说民调吧 百分之20以下的没有什么意义 这是我 因为19.34 所以你就门槛设在20 对 还有第二点 所以我本来是说内政部处理的很明快 那就当然有转折啦 但江仪化不得不这样 我跟你说江仪化如果没有这样处理 我相信妈的会打电话给她 说仪化 没错我给你做报道了 你在闭什么 对不对 到底马英九有没有打这个电话 我不晓得啦 但是如果江仪化不处理 马英九一定暴跳如雷 那问题现在来了 是他们找不到法条 才拖延时间才有转折 还是找到了法条 而不敢下手 如果是后者的话 那个表示说 法条专家在这里等下会解答 我打到一秒钟 不行 我一口气 我认为是找不到法条 你等一下 好啦 如果是有法条的话 那这个表示说他们真的是 没有这个勇气 如果要这个前地方法院的院长 写那篇投诉以后 才想来说 原来的面还要有87条 那这样 这个内政部的价 法律的价 重新送到司法训练所 这个就不送去爱普罗 这个要送去什么 高等法官训练所 司法训练所 司法训练所旁听 旁听 要不靠到不行了 旁听 还有再下来一点 他这个各退一步 我要请教你 到底是傅昆琦 昨天讲那些狠话 罵国民党再先 还是 江仪化 退一步再先 我不懂 如果江仪化 退一步再先 他还讲了个狠话 你不知道他们以德报怨 还以怨报德呢 那江仪化 退一步 我觉得 不是没有道理 他大家 我给你认 我民主做给你 如果你四项 傅昆琦 如果你四项的话 就到此为止 不要再搞 比如说你不要再 推你老婆出来选 以此类替 那有可理 我不知道 所以这个 就是说 江仪化的退一步 跟他的发狠话 到底随先随后 又可有不同的解读 但是 内政部说 因为他的户籍搬到婆家 还有两个人 上星期拜五二分 今天用共同抚养子女 我觉得这个证据 比如说假离婚的证据太薄弱 比如说假离婚的证据太薄弱 对 我觉得不缺 有很多很好的例子 比如说你打一件 我太太 这个就没有离婚 还有今天说 罪集妻女 没有离婚 对不对 他公然承认她是她的妻女 还有她是她的妻女 还有她是她的妻女 还有她是她的太太 这也不是证据 女儿是永远的女儿 但是 我当然知道 不是证据 但是 难怪你要讲很久 结果我来讲很快就讲完了 这事与高章 我还有一个 我昨天大概是全国里头 我想想散的 因为我骂她混蛋 我骂她坏蛋 那我今天再加一个蛋 我今天骂她笨蛋 她说集混蛋 坏蛋笨蛋余医生 我为什么说她是笨蛋呢 你请助顾及 百分之十九点三四人的感受 她朋友很多 连什么立法院长 她都是她的朋友 所以大家都不好意思 她就吃得厉害 她吃过头 她如果不做 把老婆变成副宣长的话 大家都说 给大家脸上都还好看 你现在做到这个程度 原来是你的酒肉朋友 什么朋友 一大堆的 都不好意思挺下去 他们脸掰到哪里去 还有呢 昨天她对内政部的决定 第一个反应 是不甩 是第一点她不甩 到了晚上去请教他们叔父 他们叔父是另外一个什么蛋 我就不晓得了 我今天跟阿哥 你叔父是谁 送的送主余 她去问他们输了 比较贵 你有讯息显示 她去问送主余 这是她第一个笨的地方 还有第二个笨的地方 她说什么 她说我没那么薪水 我薪水都捐出去了 副县长也没有 也没有那么薪水 也是都捐出来了 两个都没有领薪水的人 就没有利益冲突 这哪门子的学问 这哪门子的法律常识 这样的人当花蓮县长 我觉得不是笨算什么 所以她是季婚又坏又笨 有本有种告我 有三个蛋 但是她是花蓮县选民选出来的 大家一票一票投出来的 而且她的票 现在还有百分之二十的人 她的票 我觉得她对啊 超过杜立华跟张志明的总和 花蓮县选民 这是典型的司法 我先讲司法程序 当然她是学这个吴俊丽 但其实在我经验里面 我想大家印象深刻 就是以前的新竹市长施幸中 其实我是佩服 几天前我在碰到他 我还跟他表示佩服 已经二十年了 施幸中是在威权体制下 他学法律的他更刁钻 他是对抗蒋经国 但施幸中跟副县是两回事 我觉得实际中是好汉 那很显然的 这个傅坑其实用政治手段 不断的出招 希望影响这个政治或施法 我没意见 他的作为没意见 但是很显然国民党 真是两难 如果12月5号以前提名他 万一12月5号以前定议 阿温死 那如果12月5号以后 他要被定议 所以国民党不提名他 有他道理 国民党可以理解 但是内政部 是不可以 不像内政部毕竟是公权力 他会处理不可 所以不管内政部 前后一致怎么样 他有转折 但是会处理不可 这对的 那我也不认为这是打压或迫害 我想这又过度了 我不赞同这种说法 但是一个结果 大家心里要准备好 未来如果傅坑针的定议的话 他真离婚假离婚 已经不重要了 保证代夫出征 我们看好了 如果代夫出征 換人选民又选他 那怎么办 我看那时候也使不上力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一点 我觉得国民党 不提名富贵旗 有他的两难 但是的确 我们最近常做比喻嘛 国民党面对这些派系 就像民进党很难处理 他的群众一样 你看这几天 民进党党中央三令五声不要去 还是有群众要去嘛 你很难制约嘛 所以这国民党 我记得几天前啊 联合报有做个报导说 派系污名化是 马英九流失100万票的原因之一 还有三个原因之一 我没什么意见 是不是把他污名化 但是的确 不管有没有污名化与否 这个地方派系问题 地方角头问题 就是国民党这个大宅门啊 这个最大的包袱 这个包袱可怕 国民党要继续去面对 继续也被消耗 而且对国民党的形象 富贵旗只要继续有动作 坦白讲对国民党的形象 还是伤害的 还是伤害嘛 被伤害的 这个他是 如果要慢慢讲 是比较复杂 因为他 我认为 谁慢慢讲比较复杂 如果要把他讲的 相关法条都讲 他就很复杂 但是我们简单的把他 简单的理清 胡志忠法官的这个见解 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胡志忠他是院长 他当过刑事厅的厅长 当过市民地方还原 当过台北地方还原 他其实跟我蛮熟的 他的法律见解是不错的 那内卷部引用就应该没问题啊 因为一开始是权序部 有认为说这个是离婚是有效的 权序部 权序最早有这么讲 也管离婚 权序不是文官 权序的单位 他只管文官到底 你就是续等啊什么 他到底有没有效 权序部有他的意见 结果内政部 权序部一讲 他也分掉了 那他这个部跟部里面 到底谁对谁错 这个到目前为止 这个离婚到底有没有效 你这个内政部 召集法务部这些人认为说 他是无效 是你行政机关的认定 那夫婚旗如果坚持说 我是认为我这个离婚是有效的 你这行政机关的处分是不对的 他只可以用行政救济的途径 或是我不用行政途径 行政途径 我直接打确认这个婚姻关系 我的离婚关系是有效的 打民事官司 如果我证述了 法官认定 我是离婚是有效的 那你这个行政机关 通通要受司法机关的拘束 所以他可以打离婚有效官司 离婚有效 我这个离婚 两月离婚不需要什么离婚啊 两个同意就可以了 对 那他现在就是说 你这个通谋为虚位 是意思表示说 你这个根本是假离婚嘛 所以我行政机关 限给你裁定 我就认为你就是假离婚 假离婚 那你护婚期接受 接受就假离婚了嘛 你不接受打行政究竟 要不然的话 打女次官司 都可以的 所以现在这个 到底他是前妻 还不是前妻 没有做黑龙认定 但是目前护婚期 大概是承认他是假离婚 或者他为什么 也不行政究竟 各退一步啊 所以各退一步 好那现在这个 不需要这样讲 那么多复杂的法律关系 那他们现在要不要 补结婚回来 无效就不要了 不用了 无效就不要了 对 也不用补结婚回来了 无效就是 结婚就是无效的嘛 我表示婚姻关系还是有效 还是有效嘛 那这个我们现在就 就不管 我认为呢 他刚开始是因为这些人呢 没有胡志忠写这个文章 还有其他读者的投书 我认为行政单位 没有去注意到 用民法这个 都模为细微的意思表示 用这个意思表示 所以真的是不懂这个法律 我认为他是不懂的 他是不懂 没有想到那么一条 台湾的法律太多了 你这个一条 哪一天哪里 特别好 要跑出一条来 我认为他不是故意的 但是他找到一条说 有这个预计的话 他就采取强硬的态度 我就先认定你 贾立婚 所以你这个任命 副县长是无效的 那副厨局想 我跟政府对抗 老实讲也没什么好处 那就放弃了 因为他的目的 我认为是在补选 补选 是在以后的补选 那他等到他被定验 是两年内被定验才要补选 我去坐牢了 我会推我太太出来吗 可是搞成这样的 推太太还有行吗 你不把他当副县长的话 他也可以从事妇女工作 照顾弱势 不可以吗 可以 现场妇人不可以吗 用现场妇人的身份 也可以去照顾弱势 做便当给小孩子吃 都可以的 那傅昆琦他其实 就是跟你中央干嘛 我就是 你的抗疫症这样子 那我傅昆琦不能跟你弄吗 反正我不选 傅昆琦认为说 我稳超胜券 反正也赢嘛 我也不在乎你嘛 所以国民党就面临这个问题 地方诸侯这个做大 他根本不理你 下次如果补选的结果 他太太出来选 又选上了 是不是发来的人 一样打马英子有一个巴掌 到底想打 再这样打吗 我补充一下 傅昆琦既然默认 也就是说接受承认 他是假离婚的话 虽然内政府举的那两个理由 不是很好 也不需要再举证了 不过我发觉 中信每次讲到 他没有意见的时候 其实他意见蛮大的 只是不便说 不愿意说而已 但是我发觉他如果说 这个我没有意见 其实你意见一大堆 整百的意见 不要说就对了 不屑一讲 省时间 但是我要讲 这个如果他老婆不四项 敢出来再参加补选 再服出征 我觉得会发生一个效应 我建议陈云琳回到中国以后 以后要补写访台几次的报告 就讲说台式的 台湾式的直接民主 不可行 绝对不可行 你不要害台湾了啦 这一个很大的理由 我跟你讲 老共的头子常常讲说 我们老美要推动民主 在中国大陆 都说你说台湾 那个会选 复昆琦不是台湾民主的全部 会选 现在一大堆 他说我们如果开放 任何一个县 要买票 最后面台湾厉害 但是买票买票 大家司空见惯绝对不怎么样 希望这个 足够的再加一条理由 台湾式的民主 中国大陆不可行 这个刚刚有前辈讲说 如果 如果傅昆琦定念了 他的前妻要代夫出身 选上怎么办 选上就选上啦 没有什么是不是相互 就选上啦 就是选上啊 不然 又以民进党 这次在法院的基本上 因为蔡英文去帮张志明站台 民进党以前至少还有三成左右的基本盘 就张志明有吗 有三成吗 没有啊 基本盘就不放棄了 所以能够寄望于谁 寄望民进党是不 民党在法院是不会赢的啦 那只能寄望国民党 如果有补选的话 国民党叫谁选 杜立华 易丁川 还是谁 这个 我的意思是说 马主席啊 还有金秘书长啊 如果在这方面 能够未雨筹谋 是比较好 但是 马英九虚伪的部分啊 也应该给全民一个交代 如果我们说 这个傅昆琦是假离婚 请问吴俊丽跟邝立真 是真离婚还是假离婚 真离婚还是假离婚 那 吴俊丽跟邝立真离婚之后 后来邝立真补选 选上县长了 台东县政府 他有一个任务编组 有一个宪政计划发展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就叫吴俊丽啊 那有没有违反 那个时候没有利益回避什么的问题啊 当然有啊 那为什么都没有人认定 为什么 所以欧敬德为什么去帮吴俊丽站台 我也不知道 要问欧敬德 我不知道什么交情 那邝立真跟吴俊丽 所以我不是都要帮傅昆琦说话 你要这样处理 我发展官员我也很好啊 大家当官员 因为邝立真已经卸任了 现在台东县长叫做黄建廷 然后大家就当搜索屋 就卸任了 算了啦 那就过去了 很好啊 我也没什么意见 那我请问马总统 请问江仪化 所以被号称为有铁腕的江仪化 请问吴俊丽跟邝立真是真的离婚 要真的离婚 要真的离婚 你问台东人说他们是真的离婚 要真的离婚 要真的离婚 那你现在要砍傅昆琦 我没有意见喔 大家不要误会 我没有意见喔 那邝立真跟吴俊丽那时候为什么不砍 现在补砍可以吗 不 现在邝立真 宣管定的时候 说马仁丽是去站台的喔 所以马仁丽那时候发明一句 就最不及侵怒啊 还被傅昆琦拿来引用 还被傅昆琦拿来引用 那吴俊丽后来有没有 有没有辅佐宪政 这再清楚也不够 也不够了喔 哇 我自己修理我自己的故乡 傅昆琦的原文主持人那边有 他写 花莲宪政新宪长室文稿 这是什么啊 是不是应该写 花莲宪政宪县长室新文稿 结果他写花莲宪政宪县长室文稿 这什么东西 那个新字搬到 应该在后面 他搬到前面来了 不小心搬到前面 那府也不见啦 花莲宪政府啊 这我觉得齁 还有其他的 取消了宵也打错字了 还有那个热乎乎的便当 少了一个热 变成乎乎的便当 一并 对 把这个错误一并盯正 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 心乱无麻 我是不是可以回应一下 有关台中的部分 我现在讲一个 难以接受的意见 给马总统做参考 难以接受 对 我觉得马主席应该说 因为这个傅昆奇的恶力啊 让我彻底醒悟到 当初我们处理吴俊丽夫妻的 不妥跟不当 那现在亡羊补牢 还算来得及 本党撤回对邝立正的背双 甚至不反对台东宪明 改支持刘兆豪当选立法委员 俖赛豪要选 俗赛豪要选 萊崛层要选 俗赛豪要选 它很換人的 这里真的好不了吧 森林 Omegaura Undi和政dar 不说店梁董操 恐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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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nelleou 甘一息啦 甘一息 但是賺到的名字 什麼不就 支持 支持 但他已經留失100萬票 你現在要留失更多了 不敢一刀 大英沒簽罰 今天礦麗爭 他是經過你國民黨提名機制 提名了 那你根據什麼把它撤銷 根據傅昆奇鬧出來的事情 不是 你那撤銷有個理由 當時是提名不當 還是因為我馬英主受散 那你不要提名以後都 國民黨黨主席主持決定就好了 不是 我跟你講 幫他想個理由好了 不是 因為怎麼樣 現在你本來要改革去 會面臨這個困難 我們講難聽的好了 你那時候吳俊麗 邝麗爭縣長不給他連任 沒有不給他連任 那黨員初選輸 沒有人不給他連任 不是 他沒有初選嘛 有 有初選 邝麗爭有初選 邝麗爭不然要籌算 後來他不要了嘛 他就放棄了 第一階段他就輸了啊 那邝麗爭你現在 那時候國民黨如果支持邝麗爭的話 他縣長我認為會選上 而且不見得只輸 只贏5000票 好啦 那你現在縣長不給他選 你讓他去選立委 那立委給他來選縣長 贏得很驚險 立委空出來了 黃建廷如果不去 立委不辭 立委不必補選啊 就是邝麗爭選縣長就好了 是不是 那邝麗爭不能選 國民黨說不行 不給他選縣長 那貝克他弄到最後 你現在讓他選立委 你要去站台 均甫衝有講說 剛才馬上就要去站台喔 那現在沈大老的意思是說 根本連提名就要撤回 很好啊 很好 我了解你 他覺得很混亂啊 你說話就說 我了解我剛才有講 我提到非常難的建議共產黨 沈醫師你這才是對的啦 我用吳俊麟的例子 來回應劉大哥 2005年 那時候縣長的提名 國民黨提名誰 就是提名吳俊麗啊 馬英九當了黨主席之後 馬英九把政黨推薦書拿回來 這讓他用無黨集參選啊 對啊我就把政黨推薦書拿回來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特別強調歐靖 吳俊麗就說那你既然不要 那我還是要去站台 馬英九那時候做會搞 現在怎麼做不搞 可以啦 你說把邝麗珍的政黨推薦書 也拿回來 那不行嗎 吳俊麗就可以拿回來 邝麗珍為什麼不拿回來 你拿回來副軍旗就閉嘴啦 副軍旗說 哦 原來是 可是那個時候 吳俊麗是因為有案在身啊 那理由拿回來好像有點理由 主持人我再比喚一下 理由是什麼 剛剛劉大哥提到 邝麗珍跟黃建廷 那個互換跑道的這個故事 這個事實啦 請問大家 這不是搓圓仔湯罐是什麼 已經這麼明顯的 還不叫搓圓仔湯 要怎麼扯 有人縣長不連任的嗎 唯一連任失敗叫呂國華啦 哪一個縣長不連任 我不連任我要去選立委 然後黃建廷說我辭職 哪一個立委那麼早辭的 除了張花冠以外 張花冠是最後幾天才辭的 黃建廷一開始就說我辭 黃建廷在立法院選 程序委員那個什麼招委的時候 黃建廷來跑票 所以現在用有搓圓仔湯的疑慮 把那個政黨推薦收回來 我要改革今天假 沈醫師講那個我百分之百贊成 應該會這樣做啦 好我們先接一下觀眾的電話